有一位對新北市來的台語老師 他半年前嫁去新町 生孩子之後變成專業媽媽 後來因為想要讓孩子自小孩 就說台語 自己也開始 導致學台語的過程 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 他也對專業的媽媽 變作是很專業的國小台語老師 用台語講故事 讓孩子聽的堅持老師 過去八十月以往的工作 嫁人生孩子離開工作中 全身在家裡搖兒子 帶孩子自己補給團體之後 三年半前 我心要全身學台語 經過一年的時間 現在已經是專業的國小台語老師 專業媽媽是為了自己的孩子好 但是如果是去學校教台語 就變成是提供 更多的孩子 感覺學台語很趣 所以我感覺我是對一個生活 自己的孩子好 不過我想要做人好 所以我就去國學校 教比較多 不會說台語的孩子 說台語 經過老師說學台語的過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比較吃說台語 加上利用機會 夾宅夾下 這樣進步的速度才會快 經過是一個很好的喜歡 告訴我 其實你只好小孩 你懷疑說他要出去 你還要想說我頭路要找到他 其實你學台語 你媽媽跟學台語的學校 你也有很多 很多方便你會去發展 三年前學校的時候就是因為 自己知道自己的考慮 比較不認真 所以我就學台語的訣竅 來加強我的說 所以我就是本來是四年前說得很不認真 變成我學台語之後說台語說得比較認真 我覺得這個過程給我很大的幫助 就是比較有自信的可以說全台語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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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生活中都是台語 每禮拜都會去國小上台語學 還會去幼稚園教老師 怎麼用作台語環境 讓孩子煮小孩就這麼出台語 禮拜的時候還會去道書館 說台語故事讓孩子聽 他最大的願望 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 台語是一種很漂亮的語言 記者對關河 信者報道